好 今天這個一組的對換碼是L-I-A-K-S-I-A-O-Y-A-O 我們看一下是什麼齁 哇 銅錢三千 十字印一個 魂光三十 超級烈煉丹 三個 OK 就這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 Twitch Bilibili 好 今天這支影片的消息是 斯里坡 劍神傳奇 人人都是大俠的小遊戲 那這個小遊戲在 在那個下禮拜 8月4號就可以玩到這個小遊戲 那這個小遊戲呢是在 呃 天競節手遊聯動版本的主介面之中 點擊左上角的夢回仙劍 按鈕進入 連動活動 然後每天可以玩兩次齁 然後這是史里坡劍神的按鈕 在這個位置齁 然後這是客棧 哇 太懷念了吧 好 那遊戲玩法呢就是 每天可以參加兩次嘛 然後點擊怪物 呃 螢幕上面的怪物可以進行攻擊 提殺怪物 能夠獲得更多的經驗值 提升位階 位階的提升能夠提高每次點擊的攻擊力 遊戲中會出現快速飄過燈籠怪 燈籠怪應該是這個吧 這一個吧 然後打贏就是殺死這個燈籠怪 會有一些爭議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在史里坡 以前在仙劍1 史里坡出現的怪物們 那史里坡劍神的呢 史里坡劍神這個稱號呢 就是有一個人 一開始不知道他劇情點在哪裡 以為是 就以為在史里坡那邊 就一直練功練功練功練到劍神 好 那胡論獎勵就是 在史里坡這邊達成的位階 找到多少會獲得行外 這個以下有的行外 然後可以獲得 行外三魂 這個行外三魂在這個成就裡面有幾個 目前沒有他沒有特別獎 然後有看到一個更特別的 就是獸葫蘆這個飾品 獸葫蘆這個飾品呢 是在仙劍七霞傳的桃花園裡面 阿努要去找一個寶物 就在那個 木盜人身上 這個獸葫蘆 那原作之中是回復蒸氣的 然後這邊是改成說 效果是法防加5% 氣血5% 氣血第50% 受到治療效果加30% 好 那這個 好啦大家就 就去參加活動去拿啦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活動內容 好再來 好 好 李幫忙在一開始有跟大家講 好 好 那主要就是活動是孟迴仙劍 就剛剛一個孟迴仙劍裡面的其中一個活動內容就是死裡坡劍神傳奇 然後 8月4號到8月31號是活動的時間齁 活動期間內可以完成活動的劇情以及挑戰 可以獲得兌換的道具 使用兌換道具可以在活動商訪中 兌換到絕品英靈的李蝦瑤型外傷魂 OK 就是通過活動去獲得李蝦瑤這隻角色啦 好 好 他是無法通過召喚獲得的 好 李蝦瑤之前有介紹過了齁 好 那這邊就不特別看了 然後再來是 趙麟兒跟林月魯的卡池 那這個卡池是 絕品英靈英月魯跟英靈趙麟兒的機率會提升齁 然後他說 絕品 呃 林月魯跟趙麟兒只能在限時召喚相思影中獲得齁 無法從十輪召喚卡池 其他限定召喚卡池及 限時精選召喚卡池中獲得 好 那技能介紹之前的影片都有介紹過了 這邊都不特別講了齁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一直在講的玄機的泳裝 好 那 OK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 好 漂亮 漂亮 好 熏風難歸 好 這應該 也是 是多少錢啊 16666嗎 1666 好 再來是 通關文碟齁 莫問清風出竅時 最理看 直手畫飛星 這個是 這應該是 這也是仙劍的活動嗎 我看到那個 以蝦爾的活動 這是幹嘛的 我沒有特別講 他說 這是我 完成活動任務可以 提升通關文碟的位階 可以獲得 以蝦爾的行外傷魂 跟 絕品魂史名聲等 各類的獎勵 OK 再來就是 升級激活 幽靡行者 完成活動任務 提升通關文碟位階 可以獲得 一樣 這是什麼東西 好 再來 升級激活 百無禁忌 完成活動任務 一樣 然後可以 獲得 祥瑞外觀 疊戀彩衣 可愛可愛 可以可以 好 主要的活動 就是 石裏破劍神 然後 還有 玄機的 泳裝 還有這個 通關文碟 好了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就追蹤我IG FB Twitch跟Biliby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